英國的金融時報引述了知情人士的話指出 美國的海軍精銳部隊 這個海豹部隊第六小隊 過去一年多來一直就中國武力進犯世界 在協助台灣接受訓練 而為什麼會特別提到這個部隊呢 因為他們最厲害的地方 是除了斬首這個恐怖組織首腦賓拉登 而美國的海軍精銳特種部隊 這個過去一年來 是在這個華府東南方 大約250公里的維吉尼亞灘總部 在為可能的突發狀況 進行了各種的訓練 看得出來美國真的是很關注 因為美國的聯邦眾議院 九號是通過了很多項的抗中法案 包含呢 這個限制使用中國的無人機 還有禁止政府向中國的生技公司採購 另外來看到 就是這個台灣衝突的嚇阻法案 內容是涉及到 如果這個北京要對台動武 會揭露這個中國大陸領導 高層在美國的資產 禁止他們還有他們的家人 使用美國的金融體系 以及凍結資產這些措施 那這樣子的恐嚇措施 其實是為了防止 一旦中國真的有意要攻打台灣 那這些高官如果想表態支持之前 必須多一層考慮了 但是在中國國內 現在的經濟確實是蕭條 尤其餐飲業為了生存 只能一直不斷的拚低價 那超市也加入了這種低價快餐的行列 這個人均消費已經低到15塊人民幣 大概台幣70塊左右 那我們再來看到這個價格接受程度的調查 我們來看到比較驚人的是 85.2%的人是可以接受 這兩個不超過30塊人民幣 所以低價食堂打著高CP值的 相當的吸引了各種的消費者 尤其是年輕的消費者